大家好,我是每天赵镜子都觉得自己好帅好帅的咸云老师 今天我来谈个三个话题 一直以来在网上流传着曹操是法家寒门代表的说法 这是人云亦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 陈兽与傅玄把曹操看作法家 都是为了证明儒教晋朝取代曹威的正当性 陈英克把曹操视为法家 是为了强调思想文化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 上世纪70年代的论文 把曹操当成法家 是为了迎合屁林屁孔的潮流 此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其实自汉武帝之后 如法本来就不分家 东汉乃至三国 哪个政权都是如此 难道因为某人喜欢吃素 他就一定是个素食主义者吗 这显然是强行赋回 有人问曹操推中法家吗 这是废话 当然推崇 曹操重法 这是乱世用重点的缘故 刘备入属后也是刑法俊极 刻薄百姓 因为用重点就是法家代表 这也太容易代表了吧 搞得好像曹操刘备就不推崇儒术一样 曹操当然也推崇儒家 在威略里以董玉 韩丹淳 乐祥等七人为儒宗 他们在曹操执政时期 就跟曹操混了 简单介绍两位 读书百遍 奇异自现 这是董玉说的 蔡庸夸曹威是绝妙好词 这碑文呢 是韩丹淳写的 刘备入属后乃纠和典籍 沙泰中学 许辞胡浅并为学士 梦光来明等典掌旧文 乱世时孔荣刘表也曾开办学校 鼓励致学 可见各地诸侯包括曹操 都推崇入学 真实的曹操好学多才 魏叔说曹操 咒则讲武册 叶则思经传 法 儒宾 曹操都喜欢 师父 音乐 建筑 制造 也有一首 有人说曹操的治国理念是 遵法废儒 儒家讲究 举仁举德 法家则提倡举才 因为曹操提出过 唯才事举 所以他治国是推崇法家 而不是儒家 确实曹操在另文中 常提到唯才事举 但他也说得清楚 赏功是为了立功新国 曹操强调了 治平尚德行 有事赏功能 这意思是说 天下太平才会推崇德行之人 乱世则会赏功 这原来和乱世重点一样 都是临时的操作 曹操有不遵法律的时候吗 这当然有啊 关渡之战时 关于器官逃亡 本来按法律 就是死罪 有人说去追捕 曹操说 比各位其主 勿追也 这就是有法不一 曹蒙德 原谈脑袋挂在夜城 曹操说 谁去拜祭 我就砍了谁 结果 王修去了 曹操却立刻赦免了王修 执法不言 曹吉利 不久 原上的脑袋 也挂在夜城 曹操传令 三军敢有枯之者 斩 前仇也照样哭着去祭奠了 曹操知道后也没说什么 出尔反尔 曹阿满 这可不是黑曹 这是因为曹操一贯敬重义士 不愿意加行而已 而中义显然是儒家所推崇的道德观 一度有人吹捧曹操推崇法治 反对人质 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以凭盖全的结论 对于任何一个封建帝王来说 法治是面子 人质是理 曹操当然会跟中瑶 陈群 卢裕 这些人一起讨论法律工作问题 当然也会出于私心 包庇亲信 毕竟自己权力待遇法嘛 丁斐是曹操的亲信 做官时因为贪污 被依法撤职 再次遇见曹操时 曹操还开他玩笑 诶 你的官印去哪了 丁斐还跟着戏言 我拿去换饼吃了 曹操非但不生气 还继续安排丁斐做官 对此 曹操给其他人解释道 丁斐好比是狗 吃得多点 但是能为我捕属 保护我粮仓的安全 曹操像这样的故事 还有很多 曹操还设了教室 用了监察官员得失 本来朝野上下 有一整套的监察系统 例如朝廷的御史台 州府的刺史及部从事 郡府的督游 曹操认为这里环节太多 人情复杂 送上来的情报不可全信 于是让教室可督察各级官员 直接向自己汇报 说白了就是特务系统 曹操Buff中 法曹操原高楼认为 教室有特权 若有私心便会迎驾于法律之上 曹操不以为然 还引进据点地给高楼解释一通 可是没过多久 教室赵达做的坏事被坐实 曹操只能杀赵达 向高楼致歉 那有人会问 那么曹操废除了教室制度吗 没有啊 曹魏帝国的教室制度 是曹方时期才废除的 封建帝王让心腹出去监察各级官员 这已经怪不怪了 中平元年 汉林帝刘洪让小黄门左锋去济州 监察北中狼将卢植的军务情况 因为卢植没有给左锋送钱 所以左锋回去后就说卢植不功臣 是等老天来收张角 林帝一急就把卢植求车征回 法律部门给卢植定了个减死罪一等 如此善用监军 谁能说汉林帝也是法家代表呢 今天就说到这里 这段时间我会说一些三国话题 想学点三国史知识的朋友 不关注一下我吗